6号新城乡大汉村村长李天福执行清销公务时 没有想到村内有一个住家住户不满意 认为清销味道疑似飘入家中 随即与李天福发生肢体接触 导致村长左手受伤 而对此新城乡长何理台议员郑宝秀 第一时间表达关心外 也痛批这起暴力行为恐触法了 过来做好防疫的工作 新城乡公所在4月29号和6月6号两天进行全校的大清销作业 而在新城乡大汉村村长李天福执行清销公务的时候 而在6号上午执行公务的时候 未料村内有一住家户相当的不满 认为清销味道疑似飘入家中 随于李天福发生肢体接触导致村长左手受伤 我们那一天6月6号是我们整个新城乡八个村同时 做清销的动作 因为到大德街之后就遇到一个村民 他拦我们的车 说我们的消毒水去喷到他了 然后我一直跟他解释说 我们是在执行公务 你不要闹 他如果有什么问题 你跟我们私底下讲 结果他也不理会我 然后我跟他说 我是村长 不要闹 他说你村长了不起 然后他还 结果后来把我的手 然后我们清洁车继续喷的时候 他就把我的手机抢走 然后塞到内裤里面去 然后后续就隐便了扭打 然后摔到田里 把手跟 手扭到然后裂掉 然后事后他就跟我 昨天他打电话来跟我对不起 但是我是希望 先做完笔录 后续的问题我们再来讲 谢谢张伯秀表示 面对新冠病毒入侵 也请乡亲不论在怎么样坚持 要有自信 做好防疫 保护自己 乡亲都是一家人 要共同牺手渡过难关 对发生暴力的行为是相当的不应该的 也希望村长能够平安 做村长做到这样子 当然村长真的是非常的用心 他什么都是自己亲力亲为 看他这样被打 你觉得心疼 心疼 我觉得也不公平 我觉得民众不能够这样子 亲乡是现在疫情的关系 大家都 尤其村长都自己带队这样子做 来用这样的暴力其实是不好的 现在张伯利他表示 大家群策群力警戒防疫 清销的同时 希望乡亲能够相互的体谅 除了个人防疫之外 也希望乡亲配合防疫政策 也要做好心理调试 而社会乡亲也不允许暴力的情况发生 觉得终于想象不到 这种情况发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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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